社會、經濟、環保、觀光 你關心的事就是今天節目的話題 歡迎收聽樂到最高點 來聽好朋友早安 歡迎收聽快樂聯播網 人民最大聲我是Angel 大家早安 早上的11點 今天一樣一開始提醒聽眾朋友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也是高雄市議會搶搶棍的一天 因為為什麼呢 今天是高雄市議會第二天 那也是所有的市議員 大家照表排班 然後一一來質詢 今天早上的現場狀況是 像是陳麗娜議員 其實她點到一個重點 原來高雄市的負債 算一算還不止三千億 另外鄭光峰市議員 長照局的構想 也引起了韓國瑜市長的關心 也希望加速來辦理 另外王耀玉議員的部分 也針對了很多地方上的議題 來做質詢 大家也都可以在各個媒體上面來關切 今天主要看到我們現場的畫面 Angel今天有來賓 是的 然後歡迎一下我們外交部南部辦事處 我們的大使兼處長 楊欣怡 楊大使來 謝謝 主持人好 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第一次吧 第一次 接受像這種臉書直播加廣播電腦 所以我剛才跟我們同時開玩笑 這個有點像大姑娘上花椒 第一次 外交部的大使最近很紅 某一方面來講 好啦 不過那個真的今天很多事情就叫您之外 那因為剛好也是這個春節過年的時候 那現在在這個外交部南部辦事處 其實真的有一些要提醒我們民眾注意的事情 首先我們能請這個經驗非常豐富的大使 跟我們來聊一聊就是說 我知道哪個大使其實會派駐的這個國家 好像會隨著是不是語言能力的不同 那像您呢 您之前都派駐在哪一些國家 因為我以前 我小時候是在高雄市長大的 算起來的話應該算是個哥雄雲娜 那15歲的時候就出國念書了 是到了利比亞 所以是學的是阿拉伯文 那回來以後 當完兵以後就報考了外交部 那就進入了外交 開啟我人生的另外一個 那個另外一條路 就進入外交部工作 那我除了在台北那個外交部工作以外 我外派的地點有包括 最早是在科威特 然後後來有派到約旦 然後也有去利比亞 然後後來又派到了蒙古 然後約旦又派了第二次 所以最近我是從約旦剛回來 所以這樣子整個看起來的話 大概就是有點像是駱駝一樣 從一個沙漠進入到另外一個沙漠 從沙哈拉沙漠到阿拉伯沙漠 最後進入戈壁沙漠 最後又回到了阿拉伯半島這個沙漠 那最冷的地方到最熱的地方都去過 那像是利比亞 大概可能在國中念地理的時候 還記得那個利比亞南部 就是世界上最熱的地方 57.8度 那個就是世界上最熱紀錄的保持者 然後到那個科威特的時候 基本上也是全世界最熱的十個國家之一 那大概夏天的時候有大概四五個月 都是在45度到52度之間 也是最溫度非常熱 那熱到可以家裡面不開冷氣的話 那個蠟燭都會融化 一點都不誇張 蠟燭都會融化 在家裡面室溫的狀況之下 蠟燭會融化 那還好就是說 後來有個機會派到蒙古去消暑一下 蒙古大概又算是世界上最冷的首都 蒙古烏蘭巴托是世界上最冷的首都 它的全年平均溫度是負的 負的啊 負的 零下大概一點多度 它的全年平均溫度是負的 你的溫差是五十幾度 不過平均起來還好 平均起來應該算蠻舒服的 所以從最冷的地方到最熱的地方都去過 算是很特殊的一個經驗 但我感覺到出國就是 在國外工作你可以經歷到很多不同的人啊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傳統 然後甚至可以品嚐各國不同的美食 看看各國不同的風景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經驗 那就我來講的話 那個在外交工作服務 就是你可以感覺到就是說 你可能做任何一個事情 你都會有一個感覺就是 你是為兩千三百萬人 為這個國家工作 為這個國家服務 所以你會有一個很大的使命感 那很多事情 縱使再小的事情 都會突然感覺到變得非常有意義 就好像你的這個怎麼講 就好像你的生命 就是另外灌入一個 從灌入一個軟體以後 你就覺得完全不一樣 你的靈魂就另外灌入一個驅動程式 你又有一個不同的方向 你講得好生動哦 我好有機會 所以我就是感覺這個 在外交對我來講 我真的覺得很幸運啊 然後也另外一個幸運的方向 就是一方面就是說 我學的東西也能夠學以致用 然後然後很感覺到 這個在這個整個路上 也有很多的長官 很多同事 給我那個指導跟協助 所以真的是非常愉快的一個 一個工作經驗這樣子 是啊 那你一定是正面樂觀 你後面講的就是說 哇很好啊 體會很多文化啊美食啊對不對 其實你剛才經歷那些沙漠啊 然後其實不同的那種國家文化的洗禮啊 其實換一個角度來講 其實也蠻刻苦耐勞的 我那種問一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我們中華民國 像我們台灣 其實是比較小的國家 有沒有其實當外交人員來講 其實是某方面來講很辛苦 我記得有一位大使跟我講 不透露名字 另外的 他說真的是從有無到有耶 所以要有那種冒險開創的精神 也要有是嗎 對 能不能聊聊 還是就是講說 比如說外交人員的特質 你跟我們做做參考 因為很多年輕人對外交工作有興趣啊 是是是 當然就中華民國來講 他我們其實在國際上的那個排序 應該還算是中等的一個國家 那舉一些國際上那個重要的評比來講的話 比方說像我們那個出口是全球排名17嘛 進口是排名18 然後假如GDP的話大概是排名 大概第22 那所以就差一點點我們就可以進入集團體 其實 我跟你講一下 我老公要娶我之前 因為他是美國人嘛 他有些研究過台灣 發現台灣還不錯才娶我 蠻現實的 這是一個開玩笑 不過真的 其實我們對我們國家的這個國力 是要一點了解 是是 那你說像那個 像那個WF 這個世界經濟論壇 對台灣的一個評比 競爭力的評比 一直在大概十幾名左右 所以就算是我們那個排名 還算是蠻前半 算是不錯的啦 算是不錯的國家 但是還是說我們這個外交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 滿挑戰性滿高的 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說 因為兩岸的關係的一個發展 所以在 對岸在我們在國際上有一些圍堵的動作 所以讓這個 我們的外交工作變得特別有挑戰性 我們應該講是非常有挑戰性 那很多 當然我們這個外交工作有時候 其實也跟我們的投入的資源 國家的那個預算有關 對 所以你有多少事情 能夠要做到多大的一個規模 那多大的一個關係 其實跟外交的一個預算 其實有很大的關係 那所以你的人力跟預算也是一個限制 那但是就是說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我們是怎麼樣去掌握這樣的一個情況 你怎麼樣去開拓 就是說 以前我們一個老前輩講過 就是說 你要去握每一個人願意跟你握的手 去敲每一扇願意開的門 怎麼跟業務員很像 有沒有業務精神 這樣真的是一個 我們就是行銷國家 我們 對我們就是國家的一個業務員 就是行銷國家 行銷國家的形象 然後追求國家的整體利益 那所以就是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你可能就是說是你真的要放下身段 你要有那種使命感 你要就是說 為了我們這個國家的一個利益 國家2300萬人民的利益 為了我們僑胞 或者為了我們一些台商在外投資 或者為我們國家的一些重大的目標 你就必須要做這樣子 一些更到位的更深入的 這樣子一個工作態度 對我聽說 像我們那個世界衛生組織的那個邀請函的事情 其實在外交部也是都要很努力 想辦法去爭取 這有點像從無藥拼到有 透過各個的這個管道 所以外交人員的特質 就有點業務開創的精神 還有是不是要像您真的 我覺得要口才很好耶 那快我就講說 快怎麼講話這麼生動 對不對 那我們就馬上一定要印象深刻對不對 然後比如說溫差 就從那個很熱的地方一下到了蒙古 那麼冷 零下 溫差50度那種 我就是覺得 我對你都突然記憶很鮮明的 所以口才 口才會是在外交人員特考訓練的嗎 還是 我想大概在外交部的工作裡面 我們因為經常要跟人家接觸嘛 所以也像 比方說我就阿拉伯國家來講的話 因為我大部分時間是在阿拉伯國家 阿拉伯人的那個習慣就是說 他是跟你互動的時候 其實是以交朋友為主 這個是很多人大概沒有接觸到的話 不太清楚 阿拉伯跟你互動的時候 其實你在恰光的時候 他的第一個印象或者反應 其實他是以把那個交朋友 大家建立這樣子一個友誼 可能是第一順位 那所以換句話說你跟他一個互動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辦法 我就直接的就是切入這個主題 就說我今天來跟你談什麼事情 然後就把這個 就把這個所有今天要談的事情 要要求的事情 就把這個提出來 對他來講 其實他覺得會有一點offensive 就是有offending的那種感覺 就是你就是常常被冒犯 他認為你來 就是說你要 我們覺得這樣是比較有效率 馬上直接切入直接講 就是節省你時間 節省你時間 我們就把這個問題盡快的 就是簡單的 然後就直接切入重點 但這個他來講的話 其實就是你要來要像一個朋友一樣 他們的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也是這樣子一個模式 所以就是說希望你來的話 大家還是要聊一聊問候家人 問候你的朋友 問候你的工作情況 然後再講一些可能最近發生的事情 把這個氣氛弄得很融洽的時候 那個後半段才會提到 我們這個彼此之間的 真天來的真的要討論的這個公式 所以就是說在這種 你們暖場時間還蠻長的 必須要花一點時間去經營那個關係 不然的話你可能下一次 他的洽工的那個反應 你就會感覺到有點不太的對勁 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那可能就是因為你之前的那個 你之前跟他洽工的那個方式 建立的那個感情 寡乾淨那個方式沒有到位 那我蠻適合的 以前人家說西方人 你如果去那個像是紐西蘭澳洲英國 遇到那個比較早期的 就是你知道年紀比較大一點 像我以前去紐西蘭遊學過 我的那個house mother 然後整個neighborhood 就是那個社區的感覺 你就是遇到一定要怎麼樣 打聲招呼 要聊聊天氣 對對對有點像這樣 好再不熟也要講一下天氣好啊 對不對啊 日安所之類的 因為像阿拉伯人見到面的時候 他一定跟你講說是 就是說 就是平安在你之上 這一定要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互動的這個開場語 就有點像通關密語一樣 他就表示我來是沒有 對你沒有傷害的 然後也希望就是說 你能夠就是有一個 就像我們經常講 你吃肉圍那種方式 那所以就是用講那個 就是平安在你們之上 然後就營造那個氣氛 然後大家再帶出 這個彼此之間的一個 下面的一個互動 這樣喔 這樣喔 那阿拉伯 因為你之前都在中東嘛 對比較多的時間 所以像這樣的外交關係 在感情上的那個連結 其實就會比較深一點 對不對 對 那等於是說 你們這關係有疑 有時候就會很長久 因為我發現有一些大使 包括像以前的陳唐山 他當過我們的外交部長 他當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說他以前在建立 包括在美國 在社會各國一些友誼 欸那個等他後來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那友誼都還常常久久的存在 後來沒有當外交部長 一樣可以來幫忙處理國際事務 像是那個魚犬啊 魚船發生問題的時候 那就當我覺得很深刻 對 你會不會認識一個有像是什麼 約旦國王啊 那不得了 所以外交人才有時候真的 也是一個很大的資本 你們一直在蓄積你們的能量 對 因為工作上的關係 你會有很多的機會 接觸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組織 所以你就會建立起不同的人脈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阿拉伯國家 阿拉伯人民這個民族這個特性 也是他們非常的念舊 所以當剛開始的時候 或許就是你要花一點時間 去建立彼此之間的互信 但是只要說建立起 這樣的一個友誼來的話 他通常可以維持一個相當久的時間 像我當然有 我有很多朋友 那個早期的那個 甚至我在立比亞念書的時間 他那些朋友們 現在都還有在聯繫 那一些工作上的那個 那個接觸到的一些 對口的單位的夥伴 那我們有時候都還有 會互相碰到的機會 或互相聯絡的那個機會 那當然現在因為有這個社群的網站 或者是一些那個社交軟體 那我們可以更方便這個互相溝通 那像我在立比亞的時候 我碰到國內有一個 醫師的那個 等於說有點像這個 我們怎麼講 那是五國界的醫師那些嗎 沒有 他是我們國內請去 就是說是能夠想要去考察一下 醫療的那個合作的一個 訪問團到立比亞去 那因為他其中有一位那個醫師 他早期就是在立比亞工作過 所以他大概三四十年前 在那邊那個工作經驗 他後來回去的時候 還找到他們那個 當初他跟他合作 那個好像是衛生部的一個官員 的第二代 第二代也記得他 變世交了 對變成一個 就是說是那個 兩世情三世情一樣 所以他那時候 他那個情況就是說 他去看找到他家人的時候 他的兒子 因為他父親好像過世了 然後他的兒子 因為還記得這位 我們這個醫師 當時在他那個 家裡面有協助過他們 這個家裡面那個 健康照護 所以抱著他痛哭 啊 所以這樣中東人是很念舊的嗎 算是蠻念舊的 算是蠻念舊的 對對對 就是說他認為 在阿拉伯那個 阿拉伯民族 基本上也算是一個遊牧民族 那他遊牧民族的時候 他其實很重視那個緣分 因為他知道很多事情 他錯過以後 可能一下面再碰到 就不曉得何年何月 所以他們經常就會說 影響了 就是假如真主願意的話 他會有見面的機會 那也可能就像我們講的 就是緣分 可是我們大概就是 因為我們是農業民族 所以大概很多 很多事情你可以規劃 你可以預期 因為我們就是跟土地 會產生一個連結 可是遊牧民族 他是會從一個地方 遷徙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所以就造成就是 他們對很多事情 其實很重視當下 很重視那個感覺 很重視那個感情 所以假如說 彼此之間真的是一個好朋友的話 你走到哪裡 他都會記得 那他求婚速度很快 一直要趕快當下把握機會 其實是這樣子 有時候 當然在阿拉伯國家 因為他的文化比較保守 因伊斯蘭的教規比較嚴格 所以就是說 男女之間的互動交往 他必須要遵守教規 必須要遵守教規 所以他說 所以在大部分的情況來講 他還是 是像主持人 您剛才提的 他是透過家裡的安排 媒座之言 透過相親 來來來來 當然也有自由戀愛 但比例上比較小 對 對 不過現在大家就知道 原來中東文化是這樣子 應該要跟這個阿拉伯人 中東人多做朋友 還不錯耶 幾代的情誼還可以這樣子 留下來 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 人家說 我們台灣的外交 有時候去到某一些國家 其實都是 有時候其實在關係上 都是一些商人 是透過像一些政商的關係 其實去拓展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像有一些商人 其實在國外 其實也對台灣的外交 盡了很大的力量跟協助 對 對 那因為我們剛才有提到 就是我們這個外交的一個處境 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 所有的管道 動用所有的資源 去把我們的關係 建立起來 把我們所要追求的一個 外交上的這個目標 達到 所以這樣子一個情況之下 不管是當地的朋友 當地的人脈 那僑胞我們也是非常 喔 僑胞 對 僑胞 那台商就是我們在僑胞 那個裡面是可能影響力更大 因為他有投資 然後他可能有 他經營的那個人脈的網絡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跟 因為就是說是跟 僑胞跟台商這個一個互動 然後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也會透過他們 那請他們介紹一些 我們可以接觸的人脈 那在這樣子一個安排之下 因為他們的身份 有時候因為他比較沒有政治背景 但是就是說 他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商人 或者是一個投資者的角度 那有時候人家 這個就是說我們在 住在國的那個國家的官員 對他們來講 其實是比較能夠接受 那透過他們的接受 介紹 那我們就能夠達到 我們所要找的人 或找到我們所要找的人 或是把我們那個 該傳達的訊息 或該洽的工 就可以透過這樣一個管道完成 對啊 對不起 我記得我看過資料 好像 不好意思 像郭台銘 好像也去過約旦 就是說好像有一些 真的是紅頂商人你知道嗎 他去到不同的國家 有時候都是什麼總理啊 皇室啊 對不對 反而其實他們這個商界的這個關係 有時候也打得很高層 對不對 所以當然這個大使 代表國家的身份 在外面幫我們拼外交 但是也可以來講說 其實所有像在國外的台商 其實大家也都是怎麼講 很團結一致的 在國外也形成一個網絡 大家去互相協助這樣子 對 其實我是感覺就是 雖然說我們是在外交部工作 算是有個名片上拿出來 是一個外交人員 但是我感覺到 其實我們在 我們全國的人民 或是像是有很多NGO的團體 然後也有很多 像我們剛剛已經講到的那個台商 或是我們在國外 住在國外的那個僑胞 他們都是某一種程度來講 都是台灣的大使 因為很多人接觸到台灣的時候 就是第一個印象 不是透過我們外交部 也不是透過我們外館 或是我們外交人員 他就是這些 我們那個台灣的可能 這個一個一個NGO 他在國海外有分處 像我們有很多這樣 慈濟啊 像那個家福啊 他們都有很多 那個住外的人員 那有很多台商 在外面工作投資 那有很多的僑胞 在當地奉獻他們的心力 或是跟當地那個通婚 那就是說是有很多的 不同的那個 不同的那個 人脈政商關係 那當地的老百姓 對我們台灣的認識 其實就是來自於 我們這些這些 這個這個全國的那個 全國人民 沒錯 所以像有一些醫生 對不對 像一些醫療團隊 去國外做慈善服務的 或像一些音樂家 一些藝術的活動 其實呢 每個人都是外交大使 我其實要引出這一段來 是說 沒有當上外交人員 其實我心裡還有一點遺憾 這樣子 講過來 我心裡的遺憾會少一點 其實每個人 都是很好的外交大使 不過真正要進入這個外交工作 會有一些 我覺得蠻特別的一些的經歷 等一下我們再請我們的楊欣怡大使 跟大家來做分享 你所收聽的是快樂 聯播網人民再大聲 廣告之後回到現場來 謝謝 不非法走私或攜帶動物產品 返回台灣 要加強檢查農場動物健康情形 若發現疑似案例 建速通報動物防疫機關 簡單三步驟 防堵疫情 滴水不漏 以上廣告 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 你是官老家都會造成 南省體能不足 暗時下班也沒辦法照顧 水母的家庭幸福 造成南省風洞的威爾港 也是因為一陽化彈 理論來產生的 搭通有力 給你 你是暗時都有力 買衣送衣只要2980塊 今天加碼一千 再送一個 訂購成功 加證百里爐存抗發炎抗自由機 一罐60顆 出門傳輸 這家專業委員會照顧 約一 Health Academy 開通告 小數度別人生無小 有的人是為了 身體繁榮 身體在人成為 知道方面 也技術 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要和大家分享 就是這張開客 barn 抬 hometown 会向我们自己的完成资助 做生我们的心来会比较平静 变回自己家园 放弃三三五 树里三三 最绣丽最华丽的光影赏宴 就在屏东彩灯节 今年以彩虹元素打造50组缤纷灯室 庄严4.7公里的万年西畔 有雪上灯室造景 光雕投影互动灯区 不只赏灯更能体验光影的变化 1月25号到3月3号 欢迎来屏东万年西 感受彩灯节美丽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邦网 来现场时间早上的11点22分 你所收听的是快乐联邦网 今天是外交部 我们南部办事处的大时间处 部长杨欣怡 杨大使在现场 大使今天真的很谢谢你来 因为我觉得 有好多故事 然后也让我们对外交部外交人员 其实有兴趣或者是觉得很好奇的 今天好像坐你身上可以得到一些解答 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资讯 而且我觉得像中东的文化这一块真的是很有趣 可是像你去过这么多的国家 有没有其实也蛮惊险的 等一下再来讲那个可能美食啊好玩的啊 可是我觉得惊险的听起来也蛮刺激的 有什么危险的吗 我知道外交人员有时候啊 你像美国的外交人员 像AIT的官员跟我讲 他们以前有派去像阿富汗 甚至有时候像是派去印度啊 其实都是说有时候环境是比较辛苦的 甚至危险的 那您呢 当然就是说就我们外派的这些 我们驻外馆大概有114个 包括17个大使馆 那有的国家就是在我们所谓的A区或B区里面 那大概就是相对评比来讲 就是说是他那个地方可能治安啊 教育环境啊 或者生活环境比较好的 但是我们也有CD甚至还有E的 那个生活环境比较差 那可能有些是治安啊 有些是教育环境啊 或者说是当地的那个气候啊 那比较严苛的那种状况之下 那就会平的比较低一点 那所以每个国家有不同的状况 那我们大概在中东几个地方 都是列在CD的那个机会比较多 在中东的地区 因为它的气候啊 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战乱的考量 或安全的考量 因为大家可能也听常在报纸上 或者媒体上听说 那个中东还是有一些恐怖攻击的 一些一些忧虑了 那所以在中东我们是比较注意这方面 那当然就是说是 像是在生活上的话 可能有些国家 像我们有些同事在非洲国家的 它的怎么讲 就会常会碰到治安的问题 常会碰到治安的问题 那有时候是可能会被抢啊 或者被攻击啊 对对对 像欧洲最近不是有很多什么抢前 都可能会发生啊 那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是 我有一次在出差的时候 虽然是在另外一个阿拉伯国家出差 但是因为我本身虽然也懂阿文 可是那天就是我有一点疏忽了 但是就是没有好好处理 可能最后还是被抢 甚至又受一点小伤了 那天因为就是说是 我晚上加班加的比较晚一点 第二天有一个很大的访团要过来 所以正在准备一些相关的书面资料 那晚上大概12点以后我才回家 从办公室离开 那我在路上也找不到其他的交通工具 我就叫一辆计程车 那计程车坐上去以后 那个当然计程车我已经坐了很多次 那中东的计程车 因为他男生他跟 怎么讲男生跟女生坐的方式不一样 中东计程车男生的话 男生坐计程车 他是期望你坐在司机的旁边 坐司机旁边啊 这是男生坐计程车的情况 所以你看大概假如在中东国家 你男生坐计程车的话 他是大部分 他就会坐在司机的右手边这边 那女生因为就是说 我刚才讲过就是说 这个伊斯兰国家的一个男女之房 那所以就是说是女生会坐在后面 这是可以的 这个但男生的话 都希望你坐在前面 所以我就是入境随俗 我就坐在那个司机旁边 司机的右手边 那当然这个以前我也是坐过很多次 也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天因为可能比较晚 那当然这个走到一半的时候 有看到 那我又把手机拿出来 因为接到一个电话 手机拿出来 接了一个电话 那大家大概看到 就是我有手机这样 然后看 因为大概看就是这个衣服穿的 好像看起来比较 比较好像有点肥水的样子 有点油水的 比较肥羊的那样的感觉 所以他后来就是 在其中到一个 拐交口的地方 就转到另外一个路去 那个路我知道 是刚盖好的一条路 比较黑 那我一问你问你 要走这边 因为我就觉得 这个没有什么必要走这边 因为跟平常 我们是走另外一条路 然后他就说这条路 比较好走 那我说心里有想 我说这小一点还有什么交通状况 也没有什么交通阻塞 那他就选择 但后来我也没有去坚持 说要他走回来 就走过去 他走了一条比较黑的路 那完全没有路灯 因为刚盖好的 刚拨好的一个博物路 他完全没有路灯 所以后来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下来 他说我车子要修理 那时候因为我人 还在想第二天早上 要去接机的事情 所以也没有去注意 他到底什么 他后来走到我这边来 什么门一打开 手上就拿一把刀子 然后他也还没动手 先戳我一刀 在腿上戳我一刀 天啊 所以我说他也是蛮专业的 因为我还不想 正想打算跟他怎么样去 你都还没反应过来 他直接刺你一刀 所以刀就戳下去了 戳下去了 还好他那个就是戳的 也没有说是 真的伤口很大 反正戳了就让我有警戒就是了 那好我想就是 我明天马上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我说你要 你脑袋瓜子里面想的都是公事 所以我赶快做一个 怎么讲 做一个研分析 就是说我该怎么样处理这个状况 那时候你当然知道 那种肾上腺素 马上这个 充满在血液里面 人都很紧张 你就想到 当我没有说看到 这个 以前那个所有事情 从我人一眼前散过 但是差不多就是那个状况 就是你很紧张 然后你知道了 你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光条 你可能会在那个地方丧命 因为就是全黑了 他把你杀了也可以 对对对对 所以你怎么反应 那我就说冷静的下来 我说你要拿什么 你就拿了 你的钱要拿就拿 好 反正就是说这些 这些 这个 你这个手机 你要拿就拿 但是就是说 就是你把那些 那个那个 我手边有一些资料 你把那个资料留下来 那些纸留下来 我就可以 不然他就是 当然他觉得 我也没什么特别跟他有 要打斗的这个意图 所以他就把我钱拿走以后 就把我人丢在路边 那我就一搏一搏一搏 就走回我那个旅馆 天啊 那时候我会想 就是说这个 我是外交人员 平常这个 紧急电话也是我在拿 是啊 紧急电话 连紧急电话都被抢走 可能找谁了 对 后来回到旅馆以后 后来就是到了第二天早上 我们就联络到我们那个同事以后 才开始把这个商包一包 然后赶快还要去 继续下一段行程 就这样 天啊 好辛苦 所以就是说这个 除外旅游 虽然我懂的阿文 也懂的当地的一些风俗民情 可是不小心的话 就会碰上这些事情 对 所以真的是要 也提醒旅游的人 保持一个警戒心 就是出去旅游 我觉得很多这个 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里面 你出去旅游 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 你可以就是 你翻开你这个相簿 或者说你这样一个重大的一个 会在里面 觉得你很甜美的一个回忆 大概都跟旅游有关 有的时候你可能是 在那个旅游里面求婚 有的时候去蜜月 有的时候你可能是 跟家人一块去过生日 或者说比方说去毕业旅行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那你都会记得 那个美好的画面 但是你假如说一不小心 你可能还会碰上一些 这样的一些 让你觉得很扫兴的事情 对 没有 你那时候伤口到底大不大 走路 他那个刀子并不大 大概是一公分 这么长的刀子 所以穿上去是大概 伤口是不大 但是大概可能两 大概一公分 一公分 伤的这样的刀子 一个伤口 好痛喔 哈哈哈哈 我现在讲好像都没事人 他是讲的 听起来蛮勇敢的 所以各种 就是说 因为 不是我们自己国内 反正就是 各种风土民情 尤其有些民族 可能是比较 强悍或是治安上面 对不对 比较危险的 真的就是 也都要应变 这样子 对对 那像我因为目前在这个 南部办事处服务 那这个我们在领务工作上 有很多接触到 就是说是 我们国人在外面 碰到的一些状况 是 那当然就是说是 目前我们收到 国人求助最大的 最多的一个案例 大概是 护照遗失或是 遭窃 对 护照遗失或是 这个大概占60%以上 那再其次的话 可能就是比方说是 有一些 比方说是 意外事故 交通 或是说 有时候生病 受伤 那这个 我们也要协助处理 那有的时候是碰到 比方说是 当地的 可能在当地有处罚 处罚 违法的情况 那可能就被拘禁 然后 可能被关起来 然后也有 有些案子 可能比方说是 像是 遭到 攻击 你们驻外单位 其实都要 都会碰到 这些事情 那当然就是说 假如说是我们 这个收到这些 求助的时候 我们会 第一时间 就是帮大家协助 就其实这个 我们在外馆 现在设计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都能够 确保国人的权益了 那所以就是说是 其实碰到 这种情况的时候 大家 我建议大家不要紧张了 就是稍微沉浸一下 你假如说是 可以联络到 我们外馆的话 那就赶快跟 我们外馆联络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 24小时的一个 紧急联络电话 那随时你联络的话 基本上大概都可以 找得到人 那我们在国内的话 也有个 085095 这样一个电话 0800 然后呢 085095 095 这样一个电话 那就是也是一个 紧急联络电话 这是在国内的 所以你外馆找不到 你打在国内 也可以绝对可以找得到 那个协助 那所以就是说 在我们外馆收到 这样子一个电话的时候 我们会跟你联络 给你提供解决的方式 通常假如说是很危急的话 我们的人甚至人 会亲自会到场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 可以帮你翻译 或者说是给你 建议你怎么样去 足够的资讯 怎么样去处理 这样的一些状况 因为有时候语言又不通 你知道吗 有时候需要翻译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提供翻译 会给你一些资讯 到哪里去找到 你需要的 就怎么样去处理 那个最紧急的状况 这些我们都可以 提供的那个服务 当然就是说是 比方说是 像换掉护照 我们可以帮你发护照 就核发护照 然后有些相关的文件 我们也可以帮你做证明 那那个假如说是 你可能生病的话 或者说是 说是 有时候意外 意外状况的时候 我们可以提供你这些 比如说医疗资讯 医院的资讯 或是怎么样的 民房单位的资讯 让他们来 第一时间赶快 来做一些协助 那假如说是 不幸被 因为处罚被拘禁的话 那可能我们就会提供这个 比方说律师资讯 或是相关的一些 能够协助你的 这样子的一个 当地的NGO组织 或是人权组织 协助他 先讲一下 其实那个电话很好记 其实现在出国 有些民众 其实还是会带着手机 对 所以刚才那个 0800 085 095 其实很好记 是为什么 它是0800 是免费电话吗 085就是您帮我 您真是有概念 然后095就是您救我 其实就是这个谐音 其实就是谐音 您帮我跟您救我 对 很好记 你这样讲讲 其实我都不想要记 我的意思是说 那以后出国 其实最好不要遇到外观的人 其实我也是 好像没什么好事 哈哈哈哈 有什么好事 我希望大家就是放心 我是不是乌鸦嘴 也不是乌鸦嘴 乌鸦嘴 马上连结要到了 很多国人会规划 这个出国的行程 但希望就是说 在这个出外的过程 都是平安顺遂 但是假如说是有状况的话 其实不要紧张 我只要强调就是大家 不要紧张 不要慌张 我们会有救援的方式 也有会 有一批同仁 永远在您的那边 就是在您的旁边 可以提供协助 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 尤其像买保险的那种观念一样 大家心安 然后这个 不是说现在出国 好像上网去登记一下 让这个好像外交部 掌握我们国人的 刚才也准备提到这一方面 就是我们其实 可以分两个阶段来讲 刚才讲到就是打电话的话 其实已经事情发生了 其实我会建议在出国之前 我们还是做一些预防的措施 可能就是每个人规划自己的旅馆 车 消通行程 是自己要做的 但假如说是可以的话 我是建议就是 download我们外交部有好几个 第一个我们有个line 可以download 我有家 有 谢谢 那这个我们随时会更新我们的资讯 那另外还有一个APP 也是出国这些 那个旅游安全 小帮手 小帮手 你也可以download 那所有最新的 比方说是像最近法国的一些状况 那个黄培新的状况 对对对 假如说哪个地方有发生动乱 或是有什么交通事故 大雪 或是甚至火山爆发 你大概这些我们的外馆都会把这些资讯 放在那个APP上面 放在那个line上面 所以你都会定时会收到这些更新的资讯 那我们这个每一个外馆的网站 还有外交部的网站 都有对每一个国家 你要去这些旅游国家 它的安全的一个评估 我们有红灯 黄灯 灰色灯这些 这样不同的几个等等的登机 让你会知道 到底我这个去这个有多大的风险 安不安全 有多大的风险 那这样子一个 然后另外那个 我们也有做这个 像是那个简单的小手册 我们刚才讲这些 这些 这些应该算都是数位的一些资讯 对对对 但是你可能 手册也有 手册也有 但我怕你手机掉了怎么办 对不对 手机没有了 所以有一个手册子 放在那个袋子里面 放在箱子里面 那上面都有电话 有一些那个紧急联络的方式 是 那甚至还有一些那个简单 那个翻译都可以用 那所以就说 假如说是带着这些资讯的话 然后 基本上我认为大概95%以上的那个状况 大概都可以cover掉 然后我还另外 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也有一个叫做出国的状态 那个登陆 假如说是你要去某一个国家了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个专门的栏位 就是说你假如去 到某一个国家 你觉得可能 就是说是那个地方 你不是很有把握的话 或许你在我们这个 一个外交部有一个专门出国 那个动态登陆的那个地方 你把你的名字 还有联络方式留下来 那假如说是有什么状况的话 比方说通常有的时候 就是很多我们国人会出去 然后家人找他 有什么紧急状况 有有有有有 家人会找他 那会找到外交部 那我们假如 你假如说是在当地 有留下这个资讯的话 我们就会比较容易去去去 去跟这个人想办法联络 比如说住哪里啊 或者说他有个 有个line 或是有个email 有个电话 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 找到这个人 让他跟家里面联络 或是假如说是 比如说那个国家有突发的状况 是是是 比如说有个国家有政变啊 或是什么有个什么交通的状况 或是一个什么天灾发生的时候 那这个人 我们有多少人 我们在那个国家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说是 可以有什么管道可以发现他们 除非就是你有登陆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就是 透过这个登陆的时间 登陆的资料 第一时间去跟他们联络 然后请他们做做最好的安排 是 你们好像小叮当 永远伸出援手 而且要处理的状况 反而你透过这些叙述 我回头去想 原来外交人员 就是你知道吗 在国外 要做的事情这么多 我突然觉得 我做广播很好幸福啊 就是动动嘴巴看看资料 因为我们这个外馆 其实就是很多馆 大概都是五个人到十个人 人脉要很通达 五个人到十个人的一个小 比较小的那个馆 那人数并不多 那其实同仁要负担的业务还很多 就是说刚才我们外交工作 其实不只是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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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以为就是你们穿的漂漂亮亮 然后男的打扮帅帅的 就看起来很有油水 然后呢晚上就去参加party 对不对 就吃香的喝辣的 那你可能像那个我们政务来讲的话 那你可能像那个我们政务来讲的话 你比方说像经贸啊 你像那个经贸 像那个外交 像那个投资 像这个教育 像文化 像这个人道 援助 像这个中教 有时候外观人很少啊 对像这些业务 其实你人少不是理由 有时候就是说 不能当理由 就是我们就是说 有时候感觉到 你就像那个杂货店一样 虽然小你什么业务都要 都要顾及到 要把它做到 你假如说是收到一个指令 或是当地产生一个什么需求 或你看到什么机会的时候 你就要go for it 对你就要去争取 你就要那么的去想办法 达成你的那个工作使命 外超人人其实就是小叮当 然后前面就要有一个那个白宝袋 对 要什么有什么 永远胜出援手 所以就是说 假如说当然那个像乔务啊 领务啊 这些也是另外一部分 要要要注意到 对在地的像有一些华侨 对不对 平常比如说感情的联系 状况的处理 对 也都要欸 对对对 不是说只去当地的 对不对 在地的你都要服务 不是外国人而已 甚至我们这个国人 旅游的国人 或是在当地居住的国人 台商学生 这些都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 对然后对于在地的 比如说在这个约旦来讲 对 在地的一些一些关系 政治的一些要处理的 都要欸 是是是对 哇 你好刻苦难啊 超好 原来外外交人员 真还不是一个很 不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来现场时间 十一点四十 但我要讲 因为这么辛苦 因为愿意去做 就是要有使命感 要不然撑不下去啦 大家就回到现场来 快乐联播王 谢谢 谢谢 男孩子喔 男孩子每天都要刮刮鬍子 是 啊过去有什么 你电动刮刀 没用你知道吗 嗯 不能水洗 但是现在空机在发电 嘛 现在是整机可以洗 你整机喔 你等那些 像潜水艇喔 丢在水里面 都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人会出油 会流汗 对 你过去的电动刮刀 不能用水洗 齁 口纹都会哪你知道 皮肤红肿 骚痒过敏 嗯 那刮刮刀你把它打开 都是很臭啦 对 送你一支蚊子 刷子用把它刷一刷 那种很难用 那不是啦 那很噁心的啦 里面都是细菌啦 所以说很多人电动刮刀 用一段时间之后 他不敢用了 会抽嘛 会白嘛 会咬嘛 但是我刚才说 那个手动的 他会生一生 他的口有时候流汗 那如果没到来 刮到这样 都拔鬍子 那如果想来 刮到流汗流汗嘛 对对对 现在科技进步 我们刚才说有全水洗 对不 而且现在是充电室 对 你现在三刀头 是充一次电 连续使用50分钟 定义你冲一次电 那是不是一天 烤一次水手 对吧 两星期了 现在你就台厄啦 做兵 你如果说买一支刮刀刀 万几户给他 哦 如果判断他 都会对他沉干啦 是 有的刮刀刀 也有工工厂 嗯 是 差十倍以上的割刀 妙祖父就是堅持 嗯 又好又便宜 是 我絕對不来相信 鬼才是好啦 我们今天来听几个 刚才再强调啦 是 全水洗三刀头 浮动式的 对 啊充电式的 我们都说两支嘛 对 啊两支要买你多少 嗯 两支990块 990块 买一支 送一支 两支 两支 九百九 对保固一年 对 我们派他去 嗯 嗯 好棒哦 听到我还在 给你介绍这些东西 你就快买 嗯 因为当时买买不知道 两支 全水洗三刀头 对 充电式 两支九百九 这个规格这样的组合 你在外面保育公司 我最便宜都可能要一千五 已经 对 今天我们是 妙祖父 是 是 两支不得到 零八零零零五八 五八九 0八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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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找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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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好回到现场来快乐联播网人民最大声 我是Angel 今天是我们外交部南部办事处 我们的大使兼处长 杨欣怡杨大使在现场 欢迎你 我要讲一下 因为我们的脸书 其实同时都有人在观看留言 我们谢谢宏明丽姐姐给我们按赞 Rick Young正在收看 然后讲这个苦干实干还不如有关系 那国考有没考也没有关系 这是最近其实在外交上面 其实大家对于文官体制外交官的辛苦 其实我们对你们都非常的尊重 你知道吗 现在一片的民意 其实对于外交部的人员 其实我们都是觉得 你们是非常扎实的 然后真的是有很多的辛苦 像你今天来讲了很多的故事 对不对 我突然想到那个杰文吉大使在讲的 你们的特质其实要内敛一点 沉稳 其实你今天完全是来跟我们做那个分享 就是说其实很多那个 很辛苦的事 反而其实都没有讲 不过你今天因为透过很多 你帮我们的服务 让我们认识了外交人员的工作 不过由于像你们外交人员 有时候大家不知道你们辛苦之前 我们都很羡慕 不是说除了那晚上 好像参加宴会吃香喝辣的之外 我们都觉得哇你们可以体验像外国的文化 像你比如说你除了去中东 你还去蒙古对不对 那蒙古那个地方你说蛮冷 大概我们印象里面就成吉思汗啊 对不对 这个元太祖啊 然后骑马打仗 好像是一个很很man的这个地方 那蒙古有什么好玩的 蒙古其实我觉得 蒙古烤肉好吃 蒙古 蒙古当然是他们那个人民的饮食习惯 是以肉为主是没有错 那刚去的时候感觉就是 我去的时候我记得是一月份的 所以是最冷的时候 那个时候冷的时候可以冷到零下四十度 零下四十度 那真的是非常冷 那个滴水成冰的那种感觉 我们在蒙古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就是 你把那个肥皂泡吹了以后 它其实在空气中就会变成一个像玻璃泡一样 玻璃球一样的 天哪 对 它在那个玻璃 你那个吹那个泡泡之后 小朋友在吹那个泡泡 不是气球 吹那个肥皂泡泡之后 它在空气里面就会结冰 结冰以后掉在地上 它就不会破了 它就像一个玻璃球 就会存在地上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吹一大堆 就像一个圣诞树一样 它大概就可以摆整个冬天 它不会破 这是苦中作乐 然后蒙古人很喜欢骑马 其实它有很多那个传统的国际 所以你骑马上班 是吗 没有骑马还是到那个 沃兰巴托市 就首都沃兰巴托以外的地方 我们可以骑马 常有骑马的机会 然后像我刚去的时候 其实我就是也是注意到 这个骑马对蒙古人来讲 它是算是生活上一个重心所在 所以我就问 当地有没有什么骑马的学校 其实我所有的蒙古朋友都看到我 都觉得很奇怪 骑马 还要学吗 对呀 他说外面一大堆马 你就抓一只马骑上去 大概一下就学会了 我想到就是 跟我们骑脚踏车的那个状况差不多 我们骑脚踏车也没有人特别去学 可能骑摩托车骑脚踏车 就自然会 对不对 就他们讲 那个也是天经地义 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那个 那个那个 是啊 那个那个 都是很好的 我们听起来都不可思议 对 那所以我们有 我骑过最长一次是大概五个小时 第二天大概全身骨头快散的感觉 而且走路可能都变八只外八只 哈哈哈 骑过最长一次是五个小时 那他们一直不下来 你也只好跟着他们走 不过那整个过程非常的愉快 那因为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景色 然后那个风声 然后那个草 一望无际 风吹草地见牛羊 一望无际 那个就像一个大的那个绿色的地毯一样 叫一望无际 你知道那个windows的XP的那个 windows的那个XP 不是一个桌面 桌面的那个那个那个景象 是 大概就是这样 绿色这样无限的延伸出去 然后跟蓝天连接在一块 然后就是那样的 我大概在那个草地上 就走了五个小时 然后很多看那个山水那种感觉 那真的是 就绝对无可替代的一个人生经验 天哪 你们起码时间也真的很长 哎 他们就觉得这个很正常 好像生活都是这样很正常 他说那天他只会有时候骑十几个小时 因为他是住了蒙古包的牧民 所以他说骑马很正常的事情 我突然想到以前刘备的一个故事 他后来当了这个皇帝之后啊 就很久没有骑马 对不对 然后觉得他大腿都变粗了 骑马是很好运动 反过来讲就是说 你常常骑马 其实身材应该都不错 还蛮健碩的 骑马是一个全身的运动 真的没错 因为我第二天那次骑完五个小时后 第二天是全身痛 有的后来后来我们去了解一下 那个起码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 所以想说要保持一个身材 或是保持一个全身的肌肉 都能够运动到的话 起码是相当合适 很建议的一个运动 那在蒙古 我觉得他因为在历史上 又跟我们有一些渊源嘛 所以有很多事情其实是在 不管是我们就是像金庸的小说 或者是在我们历史课面 都有念过 那我刚其实一到那个 乌兰巴兔市的时候 就在他们那个政府三合一大楼 三合一就是他的总统府 总理府还有国会大楼前面 看到三尊很大的雕像 其中一个就是陈济思汗 另外一个就是窝阔台 再来一个就是忽必烈 祖孙三代就在 就他们讲这个 这个是三个最重要的汉王 那时候我就感觉到 就是说是像这些人物 在历史上我们也很熟 那后来我就在跟 我们当地的一些朋友 还有我们那个办公室的 顾员了解以后 发觉蒙古人是这样的 因为他是个游牧民族 所以他很多东西他没有 他不会把那种 怎么讲就是很多典章文物 历史的这些那个古董 不会留吗 随时带在身上 不会因为他移动的时候 不要的东西他就留在后面 他就不要了 所以反而就是说在 蒙古当地你比较不容易找到 刚才讲的这些 他们这个历史上的一些 民主英雄的这个 这个典章 或者是一些古迹 跟他们有关的文物 那后来我就想到 我们这个像我们的故宫 我们就有很多这样子 这些的资料 那我们再仔细了解以后 那后来我们也跟那个 故宫联系 那故宫也很 给我们很大的协助 后来他就在故宫里面 找到了23幅 他们所有的 元朝的帝 皇帝跟皇后的一些画像 后来我们就跟 蒙古的博物馆合作 就把这些画像复制以后 送到那边去 再加上一个 忽必猎狩猎图 所以总共大概24幅 24幅的画像 送到那个 蒙古的国家博物馆去展出 因为那年刚好是 是2012年年底的样子 2012年底 11月是 陈吉桑850年的生日 所以就用这个机会 去做这样一个展出 我们故宫这边也非常的支持 后来在第二年 就是2013年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书画传 我们也请故宫找一下 有没有关于陈吉思汉 还有其他这些 忽必猎的这些画作 在那个书画展里面展出 后来他们也就是 接纳我们的建议 就是找了几幅 跟蒙古有关的书画 在那个书画展里面展出来 那蒙古人知道以后 就是我们那些朋友 就又有一个发想 就是说这个既然陈吉思汉 又在那个 他生日那年出现了 所以他们特别组了一个 很小的一个 大概三个人的一个 一个表演团队 包括他的侯咪 就是他们传统的声乐 马头琴 这样子 还有一个其他的乐器 三个人到那边去 到陈吉思汉的画像前面 现唱 所以就是纪念 他们这个陈吉思汉 这样的伟大的民主英雄 然后就是非常 感觉上就是相当有 有非常 怎么讲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交流 非常有意义 那难怪我在想说 因为蒙古冷到 是那冷下 零下可能四十几度 难怪他们的脸都是这样 圆圆红红的 其实是对洞红啦 洞红 另外一个是赛商也有 因为那个他是高纬度 然后蒙古是一个高原 他大概离地面 大概有一千多公尺 所以他臭氧层 离臭氧层就比较少 所以紫外线比较强 所以他一个是洞红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赛商 对 对所以其实我们 杨欣仪大使 他在那个中东的时候 最热的时候是 好像说五十七度嘛 然后最冷的时候 去过零下负四十几度 所以他的温差不是五十度 是将近一百度 耐冷耐热 外交人员 有时候去到那个地方 就是当地的那个适应能力 真的要很强 对不对 也要伸奖体壮的 回到刚才在蒙古 突然想请教 有关历史的 我记得陈吉思汉的意思是什么 他原本他叫做铁木针 陈吉思汉是不是好像叫做伟大的 伟大 因为他就是像大海一样 最伟大的那个汉王 陈吉思汉 对对对 可见你看我以前对历史是有记忆 那很多国家我们现在这个 我们的护照是相当好用 好用度是全世界排名第26 然后我们可以去167个免签证 或是落签的国家有167个 那所以是相当方便 问题就是说大部分的国家的一个要求 就是说你入境的时候 至少还要有六个月的孝期 所以假如说是我们的国人要出去旅游的时候 他要用这个免签的方式 落签的方式进入别的国家的话 那还是看一下我们这个护照还有没有效期 或是过期了没有 那赶快还是假如说是时间已经过了 或是快要过期了 赶快来我们这边来更换一下 那大概三四个工作天就可以出来 那这是第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像刚才提到 就是说是因为在我们有些去的国家 他可能怎么讲 假如说你有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 那些医疗保险其实都还蛮蛮贵的 就是说医疗费用蛮贵的 所以是建议假如说是 旅游平安鞋可能的话买一个 那就是说新安的 假如说是因为我们碰到太多的例子 发生那样状况的时候 书州医院里面那个都是天文数字 都可能有的时候就住个一两个礼拜 就上百万的台币的医疗费 你当然回来健保 或许可能给你一点补助 但是还是差额太大 所以假如说有一个医疗保险的话 会安心的多了 那我们出去的时候 就是希望玩的顺利 平安不要挂念着一个什么事情 或是担心什么事情 所以假如说有可能的话 我建议要马上出国旅游的国人的话 还买一个旅游平安保险 对尤其像真的有些国家医疗费用 真的很贵的时候 甚至有医疗环境不好 有种保险的项目是送你回台湾 后送险 后送险 你好熟 真的 就会碰到这种情况 真的 保险 然后护照效期一定要六个月以上 六个月以上 对 就大部分 当然还是说最后 每一个国家的 就是说像这些免落签的国家 你要进去的那个规定 大概都还不太一样 有的可能就是说 你在机场里还填一些东西 有的可能还有你在网络上 要填一些资料 电子的一些资料 那所以就是说 你可能在进去之前 你还是要浏览一下 那个国家的相关规定 确实遵照它的所要求 把它完成 完备那些程序以后 这样才能够 确保这个出入境的一个顺利 而且出国的时候 真的护照要守好 那把护照掉了 真是超级麻烦的 所有的那个游信都被打坏掉 就是假如说是 钱跟护照 遗失了 但是还是说 假如说有发生这种状况的话 刚才那个电话 或是我们外管的 这个紧急电话 赶快给我们call一下 那我们这个问题都可以解决 再讲一下 就0800 085 095 085 095 这是在国内的 那国外的话 我们大概每个馆都有紧急电话 那随时都可以联络 是 好今天是我们这个杨兴仪大使 第一次来快乐联播网 然后第一次做这个广播现场节目 加脸书的直播 那最后这个画面呢 还会放在YouTube 就变成一个长久档案了 那跟大使报告一下 今天您在画面上看起来呢 今天您在画面上看起来呢 还蛮帅的 所以呢 请放心 还有呢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你来 然后做了这么多温馨的提醒 尤其是您外交的分享 真的非常的精彩 有空再来 有空再来好不好 谢谢 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这个收听跟收看 我们空中再见 拜拜 谢谢大使 谢谢